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度排行榜 这是一个AI驱动的新型媒体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网址是六度world 节目的内容是 2024年中国游客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2024农历新年 是内地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首见旅游全面复苏的春节假期 行动支付业者统整数据显示 消费者支出大幅回温 最受中国游客欢迎旅游地点香港排第一位 因核污水排放入海 导致水产被北京全面封杀的日本实力坚强排第二 根据蚂蚁集团旗下的跨境支付平台 LAPay加与马来西亚央行指定的支付网络 Paynet合作统计得出的结果显示 今年龙年春节期间 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前十名旅游地点 依序为香港、日本、澳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南韩、法国、澳洲、加拿大 其中 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 合计比2019年同期成长7.5% 比2023年同期暴增580% 中国今年春节廉价一共8天 报告指出 赴海外旅游的内地客在春节假期前7天的电子钱包与支付宝账户 消费额是2019年同期的2倍 2023年同期的10倍 泰国的交易数量遥遥领先 大马的成长幅度居冠 报告指 东南亚国家去年底先后推出的免签证政策 是这波内地客旅游潮爆发的关键因素 另一方面 龙年春节期间造访内地的国际旅客 使用支付宝 LA Pay 交易消费金额比去年同期增加500% 三大常用场景 包括中餐馆 旅游景点 和公共交通 好的 了解了 你需要的是 关于2024年中国游客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的排行榜 下面我将按照这个主题为你编写一篇详细 丰富 生动的文案 六度排行榜为大家带来2024年 中国游客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从花季与果实共存的东南亚 到浪漫银行充满艺术气息的欧洲 再到包容开放 多元化的北美 中国游客的足迹遍布全世界 优选出这份长期稳定的排行榜 感受中国游客的心眼 解读不一样的世界风情 排名第十的是加拿大 华丽丽的洛基山 迷人的温哥华城市景色和古老的魁北客都不容忽视 可以在旅行中进享大自然的宽广与壮丽 同时体验深厚的文化底蕴 参考价位 3000美元起 排名第九的是澳大利亚 它以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景观吸引游客 包括大宝礁 悉尼哥剧院等 那些薪水冲浪的朋友 黄金海岸也是你不能错过的地方 参考价位 4000美元起 排名第八的是法国 浪漫的埃菲尔铁塔 路易斯博物馆 戏剧班的凡尔赛宫 使法国成为旅客新的最爱 著名的红酒产区 美食天堂 你能否抵挡 参考价位 3500美元起 排名第七的是南韩 迷人的寒流文化 美食和购物天堂 让中国游客乐此不疲 从首尔的现代化 济州岛的美丽海景道传统的韩乌村 每一处都饱含韩国独特的魅力 参考价位 2000美元起 排名第六的是新加坡 该国的现代化程度 卓越的购物环境 丰富的美食和诸多有趣的旅游胜地 使其成为中国游客的最爱 新加坡环球影城 张仪机场 鱼尾市公园等 你一定不想错过 参考价位 2000美元起 排名第五的是马来西亚 吉隆坡的双子塔 马六甲的历史遗迹 亚币的天然热带雨林 马来西亚的跨文化环境 为游客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体验 参考价位 1850美元起 排名第四的是泰国 以其美丽的海滩 宗教文化和美食文明渔市 从曼谷的充满活力的都市生活 到清迈的宁静田园风光 泰国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旅游需求 参考价位 1500美元起 排名第三的是澳门 其世界级的博彩业 融合中西文化的城市风貌和美食 让中国游客趋之若鹜 最重要的是 这里免签证 参考价位 1000美元起 排名第二的是日本 樱花 富士山 温泉 动漫 寿司 独特的文化和美食 使日本成为中国游客的纵贯线 无论是关西的历史人文 还是东京的现代化 都有吸引力 参考价位 3000美元起 排名第一的是香港 它以现代化的城市风貌 世界级的购物和美食文化 吸引游客 同时 迪士尼乐园 海洋公园和维多利亚港的夜景等景点 也是中国游客热衷的 参考价位 2000美元起 是否需要再详细介绍 比如 详细介绍排行榜第一名香港 好的 六度排行榜 现在大家深度探索香港 2024年 中国游客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香港 这个现代化与传统中西文化融合的城市 一直是中国游客最热衷的旅游目的地 这是一个充满繁华 欢乐和无尽魅力的地方 在香港 游客可以透过这座城市的大厦 街头巷尾 感受这里一份独特的韵味 一 购物天堂温馨提示 准备好你的钱包 香港是购物的天堂 各式各样的购物中心 大型百货公司 品质批发市场 以及特色街头市场 应有尽有 无论你是寻找国际知名品牌 还是独特的街头文化商品 你都能在香港找到满足你心仪之物 尖沙嘴 中环 铜锣湾等地的商场 更是聚集了众多世界名牌 让购物成为一种享受 二 美食之都 让你的味蕾来一场盛宴 香港是美食的盛宴 这里汇集了全球各地的美食 无论是一碗热辣的牛杂 还是精致的法式糕点 你都可以在香港找到 此外 点心 海鲜 川菜等地道中餐 也是中国游客游览香港的重点 三 文化的融合 感受东西方的碰撞 香港的美丽 不仅仅只有购物和美食 这里的文化也是独具特色 从不同的角度欣赏这座城市 你会发现它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台阶街 老洋楼 古老寺庙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形成鲜明的对比 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四 迪士尼乐园所有大人和小孩的童话世界 迪士尼乐园是香港游客最喜爱的景点之一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游乐设施和表演 游人可以亲眼见证 各种迪士尼动画中的场景和人物 并拥有与这些人物互动的机会 让整个旅程充满欢乐 香港 以其独特的魅力 吸引了无数的中国游客 在这里 你不仅可以享受购物和美食的乐趣 还可以亲身体验这个城市的文化 无限的魅力等你来发掘 希望这份详细的介绍能让你更好的理解为何香港会成为中国游客2024年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需要了解更多其他目的地的信息吗 香港之后 我们来看一看六度排行榜中位居第二的日本 日本 一个充满浓郁东方风情的国度 无论是大自然的奇观 还是城市的繁华 都吸引着无数的旅游者 特别是在中国游客心中 雅致和谐的和风文化 繁星点点的美食景观 丰富多彩的购物体验 使得日本一直都是最具吸引力的旅行目的地之一 一 京都 流连忘返的历史之城 京都 作为日本的旧都 古都的风韵和现代都市的精神在此交融 游客们在这里可以参观金阁寺 银阁寺 领略永金波涛 烟波浩秒的美轮美奂景色 可以在福建道河大社看到千本鸟居的壮丽景象 亦可以游览平等院 看到鸟居形状的凤凰阁 仿佛穿越回平安京的繁华 二 东京 霓虹闪烁的现代化都市 东京作为日本的首都 是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大都市 在这里 你不仅能参观到东京塔 皇宫 上野公园等名胜古迹 也可以逛草屋壁 银座等购物区 享受到购物的乐趣 而东京的夜景更是如梦如幻 霓虹灯映照的东京塔 更加壮观美丽 让人感受到东京的魅力 三 北海道 雪国童话 对于热爱冬季运动的中国游客 北海道可以说是一个既能欣赏到雪国美景 同时又能敬享滑雪乐趣的好地方 旅客可以在小尊感受浪漫的运河夜景 也可以在登别地狱谷 看到活蹦乱跳的跳舞地狱 此外 在北海道的富良野 游客还能体验到乘坐热气球看到的四季之美 四 大阪 美食与购物的天堂 大阪是日本的美食之都和购物天堂 道顿窟的美食让你大饱口福 新扎桥的购物街让你能买到满意的商品 同时 大阪城公园的樱花和大阪海油馆的海洋世界 也非常值得一看 五 奈良 沉浸在神说中 奈良是日本第一座正式的首都 这里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自然资源 在东大寺 你不仅可以见到世界最大的木质建筑物 大佛殿 还可以和清明的路进行互动 参考价位 三千美元起 日本 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国家 吸引着全世界游客的目光 其独特的文化 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 以及丰富多样的美食 都让人流连忘返 作为中国游客的首选旅游地之一 日本凭借其魅力成功位列六度排行榜第二 是否需要我再详细介绍其他的旅游目的地呢 比如 位列第三的澳门 跟着六度排行榜一起来看一看排名第三的旅游目的地 澳门 澳门是一个风景优美 气候宜人 商业发达的城市 同时又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繁荣都市 这里的历史建筑 美食小吃 丰富的娱乐活动 让无数中国游客乐此不疲 以下是2024年中国游客在澳门旅游最喜欢的五大目的地和活动 一 大三八排方 历史的见证者 大三八排方作为澳门的地标性建筑 是一个有着450年历史的古建筑遗址 游客可以再次领略到澳门的历史和文化 同时也是一个极好的拍照地点 二 威尼斯人赌场 体验博彩的乐趣 威尼斯人赌场是世界上最大的赌场 这里的豪华装修和宏大场面让人目不暇接 游客可以再次体验博彩的乐趣 也可以欣赏到大品牌精品店的奢华 三 新豪天地 综合娱乐的天堂 新豪天地及酒店 餐饮 购物 娱乐于一体 是澳门一战式的综合娱乐场所 这里的水上世界和四地影院等设施 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娱乐选择 四 澳门塔 俯瞰澳门全景 澳门塔作为澳门最高的建筑 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观景台 游客可以在此俯瞰澳门的全景 同时 澳门塔还提供了餐饮和娱乐设施 是游客在澳门的逼坊之地 五 大炮台 领略澳门历史文化 大炮台是澳门最古老的建筑之一 这里保留了大量的历史文物 游客可以在此领略澳门的历史文化和炮台的壮丽景色 参考价位2500美元起 澳门 这个充满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城市 不仅有着丰富的历史遗产 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娱乐体验 无论是博彩的乐趣 还是历史的沉淀 都让人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因此 澳门稳居六度排行榜第三 是否需要我再详细介绍其他的旅游目的地呢 比如 位列第四的泰国 排名第四的泰国 是众多中国游客中爱的旅行国度 泰国以其风情独特的风土人情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丰富多彩的旅游活动 成功吸引了大批的中国游客 在泰国 首都曼谷是大多数中国游客的必游之地 这座城市繁华 而又充满抑郁风情 温暖的阳光 热闹的街市 五彩斑斓的市场 古老的皇宫和寺庙 构成了曼谷独特的城市风貌 比如大皇宫 这座泰国最重要的建筑群 是数百年来国王举行宗教仪式 和庆典的地方 其内的玉佛寺中的翡翠玉佛 是泰国最神圣的佛像 如果你有机会前往曼谷 任何一个步入皇宫 都会被其壮丽的建筑和精致的装饰所震撼 其次 泰国的旅游资源 当然少不了著名的度假圣地 普吉岛 这座位于安达曼海的岛屿 以细腻的白沙滩 碧蓝的海水 和丰富多彩的海下世界 而闻名于世 在这里 游客们可以尽情享受阳光沙滩 参与浮潜 帆船 水上摩托等丰富的水上活动 也可以在夕阳下 享受一次浪漫的海滩烧烤 同时 泰国的青麦也是一个值得推荐的游乐目的地 青麦被誉为泰国的文化之都 这座城市闲适而充满艺术气息 古城内散落着上百座寺庙 每座寺庙都如同一座艺术馆 充满了超凡的美感 当然 泰国的美食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 这里的菜肴口味独特 既有辛辣的泰式咖喱 又有酸甜可口的菠萝炒饭 还有筷制人口的芒果糯米饭 泰国美食的色 香 味俱全 绝对能让你在这里大饱口福 总的来说 泰国之所以吸引众多中国游客 既在与其别具一格的东南亚文化 也在与此地多样化的旅行体验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将有更多的中国游客 选择泰国作为他们的出游目的地 总结起来 2024年 中国游客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排行榜中 香港 日本 澳门 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南韩 法国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分裂前十名 可以看出 中国游客的旅游足迹遍布全球 无论是亚洲的东南亚国家 还是欧洲和北美洲的发达国家 都吸引着他们的关注 这也反映了中国游客的旅游消费能力的提升 和对不同国家多样化旅游体验的追求 泰国 新加坡 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免签政策 和丰富的旅游资源 成为吸引中国游客的关键因素 而日本作为中国游客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其独特的文化和美食魅力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 对于香港来说 作为中国游客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其现代化的城市风貌 购物和美食文化 都是吸引游客的亮点 而澳门作为世界级博彩业的中心和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 其历史遗产 购物和娱乐设施也深受游客喜爱 总的来说 中国游客对于旅游的兴趣和需求越来越广泛 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旅游目的地 他们追求独特的文化体验 购物和美食的享受 同时也注重旅游目的地的安全和便利性 未来 随着中国游客的旅游消费能力的提升和出境旅游的更加便利化 我们可以期待更多的新兴旅游目的地出现在中国游客的旅行清单上 那么 对于这份排行榜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也有自己心仪的旅游目的地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读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读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读世界网址是 六读世界网址是 六读世界网址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